我们相信,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,在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配合下,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意志,有能力,依法采取各种必要的有利的措施,尽快的止暴治乱,恢复秩序。 中央绝不会允许香港的乱局无休止地持续下去,如果香港的局势进一步地恶化,演变成为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,危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动乱,中央也绝不会坐视不理。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职责,是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驻军法,维护国家的主权、安全、领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。 那么社会上现在有一种观点,认为出动驻军就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,我想说这是完全错误的。 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应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出动驻军协助,维持治安或者救灾,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,都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执行基本法的具体规定。 是特别行政区限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 好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